很多朋友都有一个问题 种黄瓜 黄瓜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修剪呢 今天我就是第一次修剪我的黄瓜 所以拍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大家看看 这颗是我的黄瓜 这个是它的秧苗 它在上面我给它搭了这个架子了 所以说它这两天因为天气转暖了 它开始长得比较快了 那么大家凑近了仔细看 你看它在这个小压岔里边 都出现了这个小黄瓜了 是吧 要接小黄瓜了 这里是一个小黄瓜 这个底下 看起来也是一个小黄瓜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剪了 为什么呢 原理是啥呢 因为它现在这个植株还比较矮 你如果让它现在就长黄瓜 一点来说就是说 这地方开始长黄瓜 它的黄瓜 到地面的距离就这一点 根本就不够它那个瓜生长的空间 对不对 第二点 大家都知道 接了黄瓜 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啊就特别的大 它把营养都吸收掉了以后 它这些藤蔓 就会长得比较慢了 我现在呢 我需要它赶紧给我长到这个架子上面去 长到这个架子上面 最起码长到这么一个高度 我才可以考虑让它给我接黄瓜 因为呢 你看今年我是和这个莴笋套种的 你看我的莴笋现在长得多好 好肥好大 有可能还会长得更高一些 更肥一些 你如果不让这个黄瓜赶紧的往上长 那它的阳光就会被莴笋挡掉 没有足够的光照 那黄瓜就长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修剪它的这个原理 那修剪的时候怎么修剪呢 你看这一片呢 这一片是蒸叶 但是这一片蒸叶呢 已经黄掉了 我之前为什么不把它剪掉呢 因为那时候这几片蒸叶都还没长大 我要留着它呢 光合作用 现在这几片开始发展 发挥它们的作用了 这一片呢 我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底下的这个纸叶也可以剪掉 因为靠近地面太近了 容易被虫啃 这个小黄瓜呢 我就用手把它撸掉吧 因为很嫩 一撸就撸掉了 还有底下这个 底下这个小压叉里边的 也是可以这样剪的 也一撸就撸掉了 好了 这颗就剪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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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